親愛的阿道父上帝,謝謝你 在禮拜天 我們來到我們鳳梨的民所 聚集的教會和民所期待 主啊,聖明的靈與我們同在 求祢看護帶領我們 讓我們一起分享,一起思考的時間 更了解祢,更愛祢 也讓我們更知道如何 來做出祢所喜悅的行為 透過這樣子,讓我們真的可以 像聖經裡面所講的,我們可以做觀作用 也得到我們的 結納、祝福、祢賞師說 祢是一個好的徒人 主啊,聖明的靈運行在我們當中 看護我們每個人 讓我們在這段機會裡面 更了解更明白我們的教導 這樣祂要是奉耶穌建人來求 Amen 現在的聖明的靈魂們大家平安 當我有機會來到教會做 講到分享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到的是想到這個 這段故事 我想說華語一代應該都是年輕人 應該是一個新的機會 讓我從毅力思考 事實上這是我喜歡的一句話 也是我一直在思考 意思是在我的牧羊 或者是說 在我生活上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句話 所以一定要今天 有這個機會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第一個 我們來看 我們先來講一個 這個你一定很熟悉 如果不熟悉 就要回去再看一下聖經了 因為應該要熟悉才對 小時候有一個人常常逃難 然後 12歲的時候 就要逃家 逃家為什麼潛入到DM 就看你的武器做一件事 12歲就逃家了 再來 他喜歡鼎水 因為12歲那件事情 而且他也不管他的角色 他很勇敢的 面對所謂的 讓他覺得生氣的事情 他就有勇敢的去跟他回應 他沒有講說他沒關係 反正這件事跟我沒關係 反正你對待他跟我沒有關係 他有勇敢的 可能是頂嘴 有可能是微笑 或者是表現他的立場 有一個人是這樣 再來 他有歡座的情人 變得很變得 因為他生氣 他很生氣 就去放別人的桌子 桌子跟 在訓練做的事情 跟他也沒有關係 但是他生氣 所以他做了這件事 而且他還給了一個理由 他說 身體變成賊王 世界裡面的記載 他永遠去做這件事情 他不是只有翻桌 把他覺得不公平的事情 透過真理 你是看看哪一個鞭子 把裡面的人 把裡面的身處 感受身邊 再來 他只有十二個朋友 然後還被出賣 如果一個人只有交十二個朋友 還被出賣 我想這個人應該 這樣很久嗎 一輩子才十二個朋友而已 然後被其中一個點數賣了 現在的伙伴 你覺得他還有舊 那這樣的人 你們要不要跟他在一起 有用嗎 對你的眼光來看 我想這個人是 應該很值得去上圈 應該很值得去想一想 為什麼他只有十二個朋友而已 還被賣掉 還被出賣 如果有一個人跟你很好 跟你講說 為了你好 我幫你跟別人投訴 你要跟他在一起 為了你好 所以 我就把你賣掉 可能我們在一起問某一件事情 可能我們一起看到某一件 我們覺得不公平的事情 但是你的好朋友裡面 有一個覺得 這樣子你們未來會有危險 我們會被抓 我們會有危險 如果你是公司 可能我們覺得公司有 哪一個地方不太公平 所以我們有一群好朋友 覺得我們要去跟公司講 董事長 組長 這樣不對 當我們一起在思考的過程裡面 有一個好朋友跟你講 這樣不行 這樣我們都會沒有工作 所以他就勇敢的跟 公司的長官講說 欸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爸 起頭是誰 你 計畫的是你 你還要跟他在一起嗎 你還要跟他在一起嗎 這個有遇到這樣的事情 對 才十二個朋友 還會被出賣 這個人還要跟他在一起嗎 親愛的夥伴們 你知道他是誰嗎 還被釘十字架 受到最大的鼓入 用你的眼光來看 這是最大的鼓嗎 他被釘十字架 在當時被釘十字架 就是你犯了 完全沒辦法改變的罪 有些罪信可能 人家可以原諒你 可能 政府有什麼樣的條件 什麼樣的管道 什麼樣的要求 讓你改變 你就去 完成了 你就沒罪了 你就沒有罪了 因為你已改變 但是被釘十字架 就表示這個人是罪到 沒罪到一起 沒辦法 他一輩子都沒辦法改變的 讓他重新投胎 這種人 就這樣子就好了 不要讓他再 引禍海 不要讓他活著 來 影響別人 所以被釘十字架 他是耶穌 親愛的熊一千年 如果我們用人的眼光來看耶穌 那這個人看他就是這樣 不是嗎 我們用聖經的眼光來看 我們 聖經裡面 我們照每一個字去看 不要 先不要用信仰的態度去想 你看聖經就這樣 他就真的是這樣 一輩子才是一個朋友而已啊 很年輕就過世了 被釘十字架 但是最痛苦的一個記號 那是一個大家不想要的一個 罪行耶 即那個人你被釘到 你還可以活著 那你被釘十字架 表示 對不起 就到此為止 沒有其他機會 這就是耶穌 如果我們的信仰值 停留到這裡 請問你還要不要相信 請問你要不要跟耶穌聯絡 請問你要不要跟耶穌聯絡 如果有人跟我講的目的是 我想學習耶穌 所以 我會翻桌 我會生氣 那我會講的那很棒 但是請你 要不要再想一句話 耶穌33歲就過世了 請你不要認為說 我們信仰上的高學 耶穌的某一部分就好 耶穌會生氣 所以我 我不會像耶穌一樣很容易生氣 耶穌僅要做的事情 欸 所以我只選某一部分的耶穌 親愛的兄弟姐妹們 這樣不是我們的信仰 這樣最多是 你再找一個 和你換自己行為的一個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對象 我們有時候做事情總是會有一些藉口 會有一些理由 但是 如果我們真的要學耶穌 請大家很簡單 我們學的不是只有某一部分 而是全部的耶穌的形象 所以才會跟大家一起看這段聖經節 這段是我非常喜歡的 我結婚之後 跟我的律師兩人說 我們要怎麼去教我們的小朋友 我就想一想 翻譯翻譯 欸這段我好喜歡 就是今天這段聖經節 後來一開始我去帶 我現在是 家裡中會負責的 帶大學生 律師 我一直想 這當中裡面 我們要怎麼去帶 所以我也用這段聖經節 跟大家一起分析 剛才講的耶穌 其他的兄弟姐妹們很熟悉嗎 如果不熟悉 請你回去 多努力 因為這是我的信仰 除非你跟我講說 欸對不起 律師 我不太喜歡基督教 OK 我尊重 如果你覺得 耶穌基督 是信仰基督教 怎麼可以對我們所相信的 你的神 一點都不熟悉 這就很奇怪 如果你有 有一個 如果你講說 欸我有一個好朋友 誰 那大家如果 請問他有什麼樣的興趣 喜好 喜好 欸 他的表情怎樣 嗯 嗯 不錯 不錯啊 那你真的認識他嗎 你沒辦法講具體的 一件事情 你怎麼會是他的好朋友 信仰上 我想應該也是不是 但你沒辦法講耶穌 在你的生命裡面 曾經做過什麼事情 或者是你不曾從聖經裡面去發現 耶穌對你的苦力安慰 那我想 你應該跟他不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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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不熟 那請你去看聖經 請來的佛爸們 如果你是個基督徒 信仰上 我上次也跟我的學生講說 信仰不會遺傳 信仰不是血緣的關係喔 你爸爸媽媽信主 只會基督徒 你就會只會基督徒 你是比較比別人得到祝福 因為你在這個環境成大 但是信仰應該是你自己跟上帝的關係 我們說你是必須帶基督徒 只是因為 你打通阿媽 因為你在這個環境裡面 所以你比較覺得這個信仰跟你比較熟悉 但是如果你都不去追究 都不想去了解 那他只不過是一個 外表 一個角色而已 就像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角色 你可能是學生 你是女兒 媳婦 媽媽 這些角色 就是一個角色 但是跟他不熟悉 幾年前我有機會 去國外增加訓練 那我們 就跟這群國外的朋友 在分享說 這些律師的朋友說 唉 現在你們的信仰狀態是怎樣 他們就講說 他們現在呢 大部分紀錄 很多紀錄都變成是 坐往車的紀錄 然後我們就說坐往車的這一下 第一次 坐飲料車 第二次 坐你車 但是有些人可能會做比較多次 可能需要監討一下 第三次 一樣坐車 不過也是他是他車進來 信仰他變成這樣子 那請問他是基督徒嗎 對 他認為他是基督徒王 他認為我就是基督徒王 但是沒有再做一半 所以每次都坐車進來 小時候坐飲料車 再來坐結婚飲車 最後一次 來到教會跟親愛的夥伴 親愛的朋友 兄弟姐妹們 誰不辦就結束 如果你是在了基督徒 我想這樣是太短信了 現在有這樣更多一些發覺 多一些思量 讚 名字事實上是有期待的 耶穌這個名字 有些有祝福 耶穌 新約七到五 叫做耶穌 他舊約叫耶穌祂 所以耶穌祂跟耶穌 事實上是同一個字 只是用不同的語言 所寫的 我想我們那個人 應該有同樣 你有英文名字 你有中文名字 你有泰語 如果你是原住民 你是喊嘎尼 應該也有喊嘎尼的名字 那都是子弟之歌 都是你的名字 只是台灣會不同的名字 那請問你知道嗎 耶穌跟耶穌祂就是子上的意思 為什麼的 散場的兄弟姐妹們 你知道你的名字的意義嗎 如果不太清楚 建議回去 想一想你的名字 有沒有什麼特別祝福在 早期的傳統社會 當年女生的名字 都會有一些 很一看就知道 因為人家裡期待有一個男生 所以會很結尼啊 夢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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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這些名字 因為他覺得 就是期待一個男生 不過那是過去的很相同意思 因為傳統意思 大家都需要很多的能力 所以覺得男生應該 比較有力量 不一定的 但是傳統的論點是這樣 所以就會期待可以生個男生 所以很多女生的名字 跟我們長輩們 媽媽阿嬤阿嬤的名字 看起來都會覺得很可愛 這個人 怎麼阿嬤的名字是長這樣 事實上都有一些還名字 但是當時的歷史被解 請問 菜場的每一位 你的名字呢 有沒有什麼特殊的比賽 我想每天都會有 有可能是爸爸媽媽當時 最喜歡的一個 可惜 或是聖經裡面的一個人物 所以他把你的名字 放在這個祝福裡面 所以你的名字是很重要的 耶穌是指聖地的拯救 請問你表解你的名字的含意嗎 可惜 信仰上最後要了解耶穌 信仰之外 我們要不要救我們 哪一個人的歌系 為什麼 因為山子可以做出最好的見證 我個性比較調平 比較滑波 所以後來去做大學生工作的時候 2001年開始做大學生工作的時候 當時我們眾會的牧師公 我沒有你的事了 因為他覺得 我的一些想法 對年輕人比較接近 好好的 我們就去學生 最後現在我發現 真的有影響某些人 你慢慢的發現 我們參考秋衛的 大學公司 每一個牧師所帶的學生 很類似 如果你有接觸過嘉義的學生 他們的個性上 或者是某一些事情在做法上 還跟我影響 所以慢慢的我們在帶大學生 就會發現 即使第一次見面 我們在分享 聊天就會發現 啊!你可能是台北島船 是誰的 啊!你可能是嘉義 啊!你可能是莫里 啊!你可能是莫里 可是其實上 你會影響 事實上他就是一個 找一個團隊的行為 我們的教會 我們有沒有彈現實 共同的 記憶 共同的思考 共同的影響 特別我們這樣會在這裡 我們更需要更去做健身 從大到小 我們一起的目標 請到我們再去相信 進去這些人都算 女生的專動是這樣 十二歲的男生 就是一個成人了 好! 啊!如果你問我為什麼 沒辦法回答你 就是這樣 因為他們不一定就是這樣 像台南是 正著阿輝 正著你沒有辦法回答說 為什麼你要做十六歲 因為當時就覺得 一個男生 一個女生 十六歲就承認了 要自己負責你 所以當時候 當我快要十六歲的時候 我會覺得很高興 欸!正著阿輝 應該會有很多東西 沒有 因為我們是紀錄人 所以阿嬤們 不會買任何東西 傳統上台南的家庭裡面 你知道 Sona 孫之輩的 正著阿 十六歲的時候 外婆是很高興 但是外婆會最辛苦 為什麼? 因為要買很多禮物 啊!我們家的 Sona已經長大成人了 所以他們會 很多的慶祝我們 這是台南的傳統 你問我為什麼 沒辦法回答你 就是這樣 以色列人也一樣啊 十二歲的男生就是成人 所以接下來 就是他們 沒要一次去聖遍 可能是在一月前 一月前 一月前 是最 大家最想要回去的時間 我們就一起 所以聖經才會講 耶穌十二歲的時候 跟祂的婦女 回到聖地去做敬拜 親愛的兄弟姐妹們 你知道他們 淋燙要多久嗎? 三天 三天 來回要三天 淋燙要三天 所以聖經才會講 耶穌跟 耶穌的爸爸媽媽 他們覺得 啊!耶穌跟他們的 處理店 兩人去一起走 所以他們沒有什麼想法 但第二天發現 很奇怪耶穌怎麼 有些人 趕快去問 你們有沒有看到耶穌啊 他在哪裡啊 沒有啊 沒有沒有 耶穌沒有跟我們在一起 所以聖經才會講 他們趕快回去 經過三天 看到他在聖地裡面 這是那個很好 滿十二歲的 男生就要去開始 去走這一條信仰的道理 親愛的修弟姐妹們 在你們的信仰上 都沒有類似的經驗 在某一些特殊的 結集裡面 我們更去瞭解耶穌 更去瞭解我們的信仰 平常可能就每個禮拜 說禮拜 這就是一個信仰培育的過程 但是在特別的節日 可能是聖誕節 收難 收難中復活節 還是特別的節日裡面 我們出一些更記憶的 所以有些教會會講說 靜止擔當 守望擔當 來預備這個過程 還是說 教會 有些教會會在聖誕節 前四個禮拜 是我們待假節 預備給大家 讓在場的 兄弟姐妹們 開始預備 耶穌再一次降生的經驗 這就是一個信仰追求的過程 耶穌他們走一邊前 然後耶穌很厲害 十二歲的小男生 他會不問題 而且我們看到大家都 哎呦這是誰怎麼這麼厲害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所以我想耶穌的爸爸媽媽 一定能認真教耶穌 教小耶穌 所以耶穌到十二歲的時候 他可以勇敢的跟在聖誕裡面 這些經學士 這些對信仰很清楚的 對我們來講 肯治的信仰的前輩 肯治的牧師 肯治的傳道 肯治的詹馬或子師 在信仰上 有很多經歷的 一些長輩 耶穌可以很勇敢的 跟他們講話 問問題 而且不害怕 我們的祖父親應該也有十二歲的小朋友 去我想一下 如果是他十二歲 然後剛剛是問一個問題 看看長老問一個問題 你覺得他會嗎 你覺得他會勇敢的問說 欸長老 我有一個問題想要問你 十二歲的小朋友 活起來嗎 耶穌 他會勇敢的證據嗎 他會勇敢的證據嗎 去問問問這些問題 而且不做到信仰追求 這些都是信仰訓練的過程 在場的兄弟姐妹們 請問你們 不曉得你的想法是怎樣 你有沒有在做這件事情呢 對我們而言 等是個營修 等是個茶間 自己看神經 自己看神經 林兄自己看神經 茶間是一個開放師 找一群真的好朋友 一起看神經 我在那個團體裡面 有一個夥伴 他有一定跟我講 林哥我很高興 怎麼 我找到一個人 用完一起看神經 那很好 那你們怎麼看 年輕一代都習慣用電腦的東西 他們說 每天晚上用Sky 或用FB 組一個社群固定 藝術開心分享 那今天我們看 陸家福音第一章 回去看看 馬上用問題 OK 補充很好 然後呢 有時候我就會被 丟水球 那我們就會穿解決 欸 林哥這個問題我看不懂 哇 什麼事情 等我一下 我要先放開神經 不然我也不曉得 他們在看哪一段 喔喔 在這裡喔 好 那我就教育 就跟他們一起放下 哇 這一段神經 我先講什麼 期待我們在生活上 真的有這樣的訓練 因為這是我們的性能 不是 參考書 我愛上 跟我的學生講說 參考書最好 教科書 越乾淨越好 為什麼 因為可以再賣 不是嗎 因為用一些請教 要可以再賣 所以參考 你的教科書最好 除非那一科你真的很喜歡 不然有些科目 你而且啊 上課好累 那我建議你那一科 就請你都不要畫出來 因為你可以賣給學弟類 學弟類會比較好一點 啊 聖經 對不起 聖經不是教科書 聖經是哪裡看 哪裡讀的 所以有些我們的學生 真的 有些教科書上課好累喔 然後就 這顆就順 順順的就好 有些人跟這個 這顆我很喜歡 所以他們畫很多 然後寫小孩子的老師 講得起後 這個也是很好啊 學弟妹也很高興 因為 上課跟老師一樣 所以 這樣也是一個方式 讓學弟妹 知道 怎麼去 了解老師的重點 那有些科目真的就是 整本看起來都很輕 好像都沒有反過 那可能這樣講 會比較好一點 但 讓我們聖經不是 聖經不是教科書 聖經是拿來看 拿來讀 拿來寫字 之前在聖經院 我有遇到一個學弟 他每天就去買一本 羅馬之聖經 誒 學弟沒有辦法買羅馬之聖經 誒 不是我阿嬤要看 那阿嬤要看了 你為什麼 買羅馬之聖經 阿嬤已經把那本聖經畫破 已經寫字起到 畫到整本聖經 都差不多 所以他回去覺得阿嬤這本聖經 這樣子 太累了 要寫字都沒辦法寫 所以他決定 上去買一本聖經 親愛的兄弟姐妹們 在你的靈修生活裡面 不曉得你有幾個聖經 靈修的話 我們今天就一本就好 因為他是讓你去寫下感動 寫下心得 寫下問題的聖經 都不是拿來參考 如果是拿來參考的人 像我要再蒐集 我覺得聖經也蠻 一個 因為我是個牧師嘛 所以蒐集聖經也蠻合理的 所以我也沒有蒐集 只是我都蒐集了 看了 可是剛剛我們的聖經也有所謂文言文 有文言文的聖經 不是你選的 不是你選的 是我選的 不是你選的 所以他是用文言文的作法 哇好優美喔 所以我也有 但是這個只是一個收集 但是我們應該用一本是拿來寫重點 拿來看的聖經嗎 期待我們在聖經上面去寫 那有沒有再做禱告 一個是自己說 porn 聖經裡面耶穌所講的 有時候我真的有能做到 我真的有能做不到 聖經講說 題目根本是亞洲群瘡地雲的 天剛偽亮的時候耶穌上山倒大 對我來講都難 對我來講我很誠實 有辦法 因為我可以晚睡不能早起 所以我上去做大宗工作大家都覺得很適合 所以不適合早起再也不適合做大宗工作 對我個人來講 所以我做得很快樂 之前在家會讀書也很快樂 因為我的朋友知道這個傳道不會早起 所以通常都是中午校才會來找我 所以有時候我身間畢業的時候不在家會讀書 那有些朋友有時候會來找我 他們就來到草莞 因為草莞很想見有些在想想 有些人不知道 後來我就跟他們講 你們就要進到我們這個村莊 看到裡面唯一有料燈的 要就是叫他們 我差不多認識我們那個村莊裡面最好吃 因為我們的村莊是蔗姓啊 農夫 都很早醒耶 四五年就起來了 所以大概十點之後呢 看完八點檔可能九點就睡覺了 所以怎麼聽說都非常安靜 那唯一堵有一個地方都亮亮的 那就是人拜託 因為我還沒有就早睡 你看就知道這樣 所以 相信裡面這一段都會只是講說 我們是很適合的 但是在韓國教育可以喔 知道嗎 前幾天 上午教育有辦一個青年宣教大會 我們有一個同工 現在一個神學生 他說他去韓國 今天早上四點起來做禮拜 哇 優秀啊 他們才一個禮拜而已 韓國是每天都四點起來做的 所以很多 他們去找到他們可以做的方式 所以韓國的教育他們是用這種方式去付寄的 所以很多 然後 家裡的會員是 早上做完第一場 四點到六點的 禮拜之後 再次的慣性自己 整理一下去上班 這是他們覺得可以做到的 讓對我來講話他們的辦法 都不會找其他事情 一定要固定的時間來做這件事情 因為這很重要啊 這是我們信仰上的 紀念 而不是講講就好 這是一個信仰上的辦法去做 再來 身體 跟智慧 耶穌 這樣很不容易耶 你的智慧跟能力會隨著你的年齡的進步 越來越好 真的 年紀越來越好 年紀隨著一定會得好 每一年每一年會成長 但是你的智慧 不一定 所以他另外在跟我們一些學生講 有些事情真的很難去講為什麼 因為你很有知識 但是不一定有嘗試 可以了解嗎 有些人很有知識 很了解很多東西 但是你跟他在一起同工 你就覺得 好像就找不到一根機 他再怎麼講都好像講不聽 就沒辦法了解為什麼他會這樣想 所以你年齡一定會增長 但是你的智慧可以增長嗎 耶穌是這樣 親愛的弟兄姐妹 耶穌不是這種年齡增長 而是包括他的社會 他知道這個時間該做什麼 這件事情他怎麼做會比較好 他都去找到方法 找到方向 你年齡一定會增長 但是智慧就不容易 但是耶穌是這樣 還有接下來是什麼 上帝跟你的人都越來越喜歡他 這也不容易 好 因為我做大學的工作也很久了 2001年到現在 所以呢 我們一定都 都往我們的畢業的學長節 都要用下一代 剛開始我們就覺得 好啊 結婚之後你很好 那我就跟他講 當你生小孩的時候會更好 有一個是你的自己 屬於自己的小朋友 會更好 對啊 那慢慢的你會覺得不太好 為什麼 因為你會覺得 那如果都乖乖 不要講話很好 小朋友又不是完全 所以他一定會常會到會哭 因為小時候小朋友 你也不知道他為什麼哭 因為他只會哭 反正他只要不舒服他就哭 那你要開始進菜 啊 可能是這個 可能是這個 所以慢慢的 他們會跟我講說 欸 小時候都 我們 小朋友剛是 生下來都覺得他是個天使 但是慢慢的覺得他如果 一點點不要公平也是個天使 因為 會有很多問題 小朋友會 阿咪 媽咪 為什麼是這樣 但是他就是一個 學習的經驟 他小朋友 看小的小朋友 他只會哭 所以你就更累 我看小朋友 他哭什麼 但是你慢慢的你就知道 這個時間點 可能是什麼 找到一個 事實上這就是一個 學習 一個增長的方式 而且 親愛的兄弟姐妹 耶穌是上帝跟人喔 每一年的進步是 這些人都更喜歡他 沒有說 他越來越長大 就覺得 怎麼會長這樣 沒有 大家都喜歡他 真真的 很不容易 這是最不容易的 年齡增長 智慧增長 上帝跟人 越來越喜歡他 真是值得我們去學習 如果就 現在介紹 愛人 愛神 很簡單 很簡單 但是真的不容易 因為 總是會有一些 覺得看他不夠可愛的 當然也有可能是我 讓別人覺得 不夠可愛 所以等別人不喜歡他 也有啊 每個人之間會有這樣的事情 但是 愛人 就是 事實上都很 而且 耶穌是怎樣 內望 他的 滋味 增長 對外人的行為 大家都很喜歡他 而不是 覺得 怎麼變成這樣 不是 大家都喜歡他 很不容易 所以 有一個故事 約安教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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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熟悉的話 那 大家也需要再去想一想 因為那是長老教會的創始者 他怎麼去 建立這件事情 他說 一個愛上帝的人 會通過愛別人 大家知道 他愛上帝 他愛上帝 所以 他愛上帝 他愛上帝 所創造這個 神明星 還記得 創世紀所講的嗎 創世紀第一章 當上帝創造了一個新的東西 他就講 寫了 這是沒有的 上帝看他是好的 創造了邊地 創造了活動之路 他說 這些都是好的 所以一個愛上帝的人 他一定會愛 他所創造這個世界 一個愛 這些人 怎麼看得到這個世界的人 他一定是個愛上帝 所以這是嚇一對的 加上帝 他是這樣去解釋的 而且 你的護招沒有被你指引 這才是你需要去做的 而且需要有這些 你需要生活拿回護招 耶穌的工作 他 第七章 耶穌後來 工作三年 三十歲出來 那時候 他們開始出來 傳道 開始出來 教導 世紀安 就跟他學生講 去問一下 問一下這個 西德這個老師 耶穌他到底是誰 他真的是我們一直在期待一個拯救主 彌賽亞嗎 所以 世紀安 就 請他學生去 結果耶穌 對他講這件事情 他就讓這些事 人的看見 或是 人的情中 麻風的對解釋 可能能不能 看見 並見識了 自我 修人 遇到福利 去參與 親愛的小弟姐妹們 這些都是對這些人最重要的事情 當一個家庭覺得我們人生完全沒有意義 因為我們的依靠 這個年輕人 過世了 我們的家庭已經完全沒辦法 受耶穌做了這件事情 那過世了 當一個家庭覺得 那可愛的女兒過世了 我們 都沒辦法 接下來 我們應該一輩子都沒辦法有快樂的時候 沒辦法回一下 沒辦法去愛這個世界 耶穌做了這件事情 耶穌做了這件事情 耶穌做了一個原本都聽不到的人 他可以理解 麻風的解釋 這是對論文的解釋情 因為當時覺得麻風病 是一個會傳染的 而且麻風病 他 這樣的人 他只能住在 這個城市的座眼外 而且他只要想要 然後他只要看到有人 他就要自己講 我是大麻風 我是大麻風 讓對方聽到趕快離開 他吃的社會是誰 只要你得到這個病 不管你是誰 對不起 你要跟你的家庭 包括你的所有鄰居 包括你所有的 你們的 你最愛的人 都要離開 你不可以在這間房子裡面 你用過的任何東西 都要全部丟掉 包括你的衣服 包括你的 對我們來講 現在生活上 遇到的 水杯啊 水屋啊 衣服啊 電腦啊 什麼東西收掉 只要是你的全部丟掉 或者是 把這些東西一樣 看我們 假設我們在 交換這裡 哪一個地方 是我們這個 這個地方 最偏遠 最沒有的地方 就把這個 趕去那邊 然後把那個東西 丟到他 你在那裡 自己想辦法 你在那裡 自己想辦法 你在那裡 你不可以進來 如果你要 哪一天想要進來 因為我們覺得 不只要想要做哪些事情 想說 我很久沒有家 可不可以讓我 建議一下我的家人 或許可不可以 但是心裡 當你遇到任何人 你都要講 你是個大媽 我就是個大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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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 耶穌 耶穌一次了 一個大媽 耶穌一次了 一個大媽 耶穌一次了一個大媽 耶穌一次了一個大媽 耶穌怎麼一去一次的 聖經裡面有個假 祂是去靠近這個 然後為祂 當時的社會是 只要看到大媽 全部都會跑 每個人都趕快跑 也是在玩遊戲 是真的趕快跑 我們可能有些 會跑來跑去 不是 是看到他第二人快跑 覺得沒有人敢去 建議這個人 但是耶穌 很動 這個人的需要 祂想說 只不可以請耶穌到 耶穌去幫祂 去幫祂 讓這個人完全得到改變 而且他後來想說 你完全得接近了 你去回去 去聖電 讓集結 是讓這些法律賽 你去檢查一下 確定說 完全 你已經完全新了 你的皮膚這些都好了 再做一個現金 你可以回家 回到你的家裡 你去被集結 耶穌做的現實 我們作為一個基督徒 我們可以去找 我們可以做 求聖電 我們發現 在我們年輕的時代 在我們現實的工作上 在我們角色上 我們可以做現實 去做現實 我們一起來找到 在我們生命裡面 我們知道 我們是一個學習耶穌的人 因為我們說 我們是基督徒 是一群學習耶穌的人 主要求祢幫助我們 讓我們的行為 可以跟你一樣 真的 像聖經裡面所講的 隨著勉勉 我們的智慧 因為我們知道 如何分辨 對跟錯 也讓我們知道 如何去做現實 所以 隨著勉勉 的掙扎 我們出了 我們可以了解 了解你的教導 也讓我們去發現 這個時代 或者我們的生活環境裡面 有哪一些人不公平 不公平 主要求祢讓我們 可以勇敢的去教出來 找到一群好朋友 我們一起來把 這件事情 來解決 主要求祢看過 我們的教會 因為我們在這個地方 發光 做館座 是一個帶來祝福的地方 主要求祢讓我們 我們的會友 兄弟姐妹 同心合一 一起去發現 我們可以做 在聖經裡面 做了很多的事情 祂給別人真正的福音 祂給這些需要的感情 主要求祢幫助我們 一個人 因為在我們生活環境裡面 我們有遇到一些傷心很多 主要求祢當作我們 發覺我們會遇到一些困難的時候 請來跟主 全靠我們有足夠的能力 智慧 以信仰的見證 信仰的決定 來面對這一切 主耶穌求祢 幫助我們 謝謝祢 明天我們的禱告 讓我們所做的 都帶來祝福 帶來的幫助 主耶穌謝謝祢 上禱告師 奉耶穌就在你了求 阿們